大家好,我是阿灿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鸡蛋酱的做法 学费这样做可以三天不用炒菜 不管是拿来加馒头,拌面条,还是配美饭 都是非常的香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小碗 往里面打入五个母鸡蛋 鸡蛋打好以后 再往里面滴入几滴白醋去腥 再往里面加入两勺清水 然后再用筷子充分的把鸡蛋搅散 这样做可以使鸡蛋炒出来更加蓬松 最后给它搅拌至没有凝固的鸡蛋液就可以了 先给它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点大葱 先给它切成细丝 再改刀切成葱末 切好先给它放盘子里面 再准备一块生姜 先给它切成片 再改刀切成丝 最后再切成姜末 切好跟葱末放一起 再准备多一点的大蒜子 用刀先给它拍扁 然后再剁成蒜末 剁好后跟姜葱末放一起 再准备一小把花椒 用刀给它切成小颗粒 尽量给它切得稍微细一点 切好跟姜蒜末放一起 再准备几个青红椒 然后给它切成全 不喜欢吃辣椒的就不要放 切好盛入盘子里面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小碗 调个酱料 给它加入两勺黄豆酱 一勺蚝油 半勺白糖 少许的13香 两勺生抽酱油 里面的黄豆酱比较咸 一定要给它加点白糖 调成复合味 这样炒出来的鸡蛋酱 才会咸淡适中 然后再用勺子 给它搅拌均匀备用 接下来日锅放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后再倒入搅好的鸡蛋液 然后再用铲子 或者是筷子给它炒散 一直把鸡蛋 给它炒成麦穗的形状 这个时候我们开小火 慢慢煸炒 不能开大火 把鸡蛋给炒老了 一边炒 一边把比较大的鸡蛋给压碎 最后给它炒成这个样子 先把鸡蛋盛出来备用 锅中再次放入 稍微多一点的食用油 再倒入刚才切好的小料 开小火给它煸炒出香味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小料的变化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不管是炒什么酱 小料里面的水分一定要给它炒干 这样吃起来才会香 而且更容易保存 炒干以后再倒入调好的料汁 继续开小火 给它慢慢翻炒 炒出酱香味 一直炒到像我这样 油是油 料是料才行 接着再把鸡蛋倒进来一起翻炒 把鸡蛋和酱炒至融合在一起 这个时候同样要开小火翻炒 大概给它炒个一分半钟左右 最后再倒入切好的青红辣椒圈 再一起给它翻炒出香味 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在熬酱的时候 油一定要稍微多一点 油多一点熬出来的酱 吃起来更香 存放起来也不容易坏掉 把辣椒炒断生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炒出来的酱 闻起来都非常的香 一道非常好吃 又下饭的鸡蛋酱就做好了 用它来加馒头 拌面条或者是配美饭 都是非常的香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